泰山奇迹之家长期照顾地方弱势还有长者 20年来是已经协助了千万个家庭 但是面对了台湾人口老化 来长照服务的需求是急剧的增加 而园内各项的设施的量能不足 判透过募款还有重新重建家园 来增加能量来服务更多的民众 泰山奇迹之家自89年起 对泰山地区的长者进行社区关怀与照顾服务 每个月平均服务400个家庭 20年来已经协助数千个家庭 泰山区长林庆峰特别代表侯市长前往自政感谢状 感谢他们对地方的贡献 主顾修女会奇迹之家 为我们区内的一些长辈以及独老 办理送餐以及日照关怀的一个服务 我们特别代表市政府来向我们奇迹之家 来献上我们的感谢 目前奇迹之家所做的服务有送餐服务 居家服务 日间照顾 还有照顾咖啡馆的服务 跟串席服务 跟各馆 就是A各馆的服务 那我们从89年就开始了 那目前每个月服务的个案 大概有400多位个家庭 面对台湾人口老化 长照服务需求急剧增加 邱嘉瑜修女表示 奇迹之家需要新建新的家园 解决目前各项服务 设施不足的困境 并计划新建移动三层楼的新家园 增加能量服务更多的民众 因为我们独老送餐服务的量能需要能够扩大 所以奇迹之家这边在12月12号这边有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期盼我们区内的一些长者 以及我们相关关心的一些市民 相亲好朋友 当日能够一起来参与 多了解如何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些长者 建物的老旧 还有我们的那个空间不够 服务量能不够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建筑 我们扩大厨房的空间 可以增加送餐的量能 那也希望我们的 就是关怀据点能够有固定一个聚会的场所 泰山奇迹自家为成务新家园建筑款项发起 寻找万人爱新天使 新建奇迹新家园的劝募活动 和各界一同响应成为爱新天使之一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ksamNA椰你们在מanks这张 秦 知恬 阿蚓 减 儿